你會有一個夢想 會有一個目標 可是你看不到確切的一個指標性的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也比較不是 你很努力很努力 它可能就會達到的一個狀態 我會覺得它比較像一種賭注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回頭檢視自己的這一塊 就會讓我覺得變得非常的重要